人力部正在探讨当工作场所出现安全疏失时 如何加强对公司管理层的问责 当局强调即使人力短缺 被分配了其他任务 安全人员也必须依法履行所有职责 推动执行共管公寓工程项目 在任何时候都有超过25名承包商 和分包商的安全人员在场监督 对民安全人员也说 疫情期间所有安全监督人员 也必须扛起安全管理人员的工作 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宽 员工现在可以分别管理各项安全事务 但却遇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不过有建筑公司表示 本地工商事故激增敲响了警钟 业主必须检讨并且加强工地安全 新加坡安全执行员协会表示 确保员工安全需要各方的共同合作 协会将会推出新的计划 提高安全人员的专业能力